阿信的副业潮牌服饰再爆关门 西门店即将在本周歇业 品牌公关就表示了 主要是因为租约到期 和业绩表现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过其实去年开始 只有许多的名店 纷纷地撤出西门商圈 现在戴珠寿的店面 就超过了150件 I love you 爸爸 橙蓝色牛仔外套 左胸上还印有大大的品牌logo 看起来相当有形 五月天主唱阿信 穿着自家品牌潮服走遍大小活动 不过实体门市却接连关闭 阿信潮牌服饰其中一个店面 就开在西门町的电影街 现在无预警宣布只营业到3月7号 可以看到下午时段店内消费者不多 并没有特别的抢购状况 阿信潮牌服饰店在全球超过20家 不过去年中终陆续关闭 创始的敦南店以及中山店 被外界认为是疫情影响业绩 不过品牌公关否认 西门店是因为出约到 其实会在西门直讯区道 合适的地点 加上我们店商的发展 也是还蛮强大的 所以在疫情的部分 倒是有稳图的状态 我有一个弟弟很喜欢 他就是阿信的迷 都专门买Stereo的衣服 就是蛮震惊的 就是怎么突然这个品牌就没有 不是要退出西门商圈 不过新冠疫情以来确实冲击了不少店家的营运 像是在西门町经营十年的美系运动品牌ROOT 六年的阿元肥皂 还有素食肯德基 近一年内都纷纷出走 根据房屋业者统计 到去年十二月底 西门町代售店面就有六十三件 代售店面则有近百件 有些民店呢 他可能也会在这个时间点考量 就是在一些比较不同的商圈 或者是转进这种百货商场 营收大幅的下滑 很多店家他可能没有办法 停货这样子的一个成本 那所以短期之内呢 这样子控制率比较高的情况呢 是会比较严峻的 如今西门町商圈又少了一家民店 看来想要早日恢复昔日荣景 距离可能又拉远了一步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杨昭台北采访报导 好 好 好